陈兆奎谈学习城市太极拳 学拳要想学到真东西,贪快是不行的 学拳最要紧的是先打好基础,以后进步就会快了 像盖楼一样,基础没打好,楼盖得再高也非道不可 学拳如学写字,学字之初,先一笔一画地模仿 要横平,竖直,勾,点,撇,那都要正确,笔的题,顿,转,折都要合乎要求 先求形似,进一步求神似 先学正海,再学行书和草书 顺序是先慢后快,学拳也是如是 先一招一式一手一脚模仿起 先从外形模仿,打下正确的基础 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改拳 学架子一招一式都有规格 一手一脚都有方位,初学不严格要求不行 如果随便胡伦过去,会给以后改拳造成大困难 俗话说得好,学拳容易改拳难 这里所谓学拳容易,是指那种不严格要求学习的 很随便学习的 实际上学的东西是似是而非的东西 这样学当然容易 但这样学到的拳,内中有很多习惯性的坏毛病 改起来就难了,对以后的提高是很困难的 如果一开始就要求严格,打下一个好的拳架基础 头便架子基本上做到外形规矩 看起来是慢了,但以后申移不改拳就较容易了 以后提高也就快了 有的同志学拳贪快 想在短时间内就掌握太极拳 这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至于有些人还没学会拳架子就想推手 就想发人,就更可笑了 俗话说的好,欲速则不达 这是治理名言 特别是学习城市太极拳这种高极拳术 它的博大精深的内容 岂是短时间能掌握 所能学会 所能理解 所能达到的 即使老师每天把着手教 学者有一定聪明 也得有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弄懂学会 至于练到身上 练成高级功夫 完全掌握 非十几年到几十年不可 学头烫架子一般有半年时间即可学完 但改起来非要用几年的功夫 还恐怕未必能改好 因为改全的内容更高了 初学是外形模仿 是表面的东西 而改全就需要按照全理全法去要求 使学习者由潜入身 逐步提高 从不能到能 从不会到会 从不懂到懂 从初级到高级 这就是改全的全部内容 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有一个练成是太极拳的 一般说外表练得蛮不错了 许多人谈起来也很夸奖 他自己觉得也不错了 一次找我来给他指导 他练过后 问我练得如何 我说可说你练得都对 也可说你练得都不对 那人听了不明白我的话 问我怎么又对又不对 我说说你练得对 是用最低标准来看 因为你外形模仿的还差不多 说你练得不对 是用高标准来看的 因为你身上还没有太极拳高标准应有的那些东西 是用高标准来看的 是用高标准来看的 是用高标准来看的